早上的风吹得真凉快 这两天可能干 我用力过猛了 全身肌肉有点痠痛 看吧 铁线拉完了 到时候直接黑网一扑上去 这里面就成了一个几百平方的大鸟笼 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鸟笼 中午收工 抓条鱼回去做饭 又一个 而且看起来也没有炸堆的情况 全部都分散了 证明温度还是可以的 开始长羽毛了 等它这个羽毛盖住它身体 就可以脱温 这一框好喜欢甩飼料 你看这飼料全部都给它甩出来了 旁边这么多 其他两框的地上基本都没什么飼料 都不会浪费的 昨天第二天 为了点阿莫斯 是一瓶典兑水给它喝 今天看起来情况还不错 个个都龙马精神的 目前室内温度33 灯下温度36左右 今天才死了一个 乖乖别动别动 撑一下这个家伙 2.2公斤就4.4斤 大木青吗 我还以为有上10斤了呢 别怕别怕 这个才3斤重1.5公斤 去呀 趁现在天气好 放到外面去活动一下 去吧 以后慢慢的就给你脱温了 再也不是那个井底之蛙了 多放眼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终于缝好了一条 宽14米长27米的网 现在打上去看一下够不够大了 370多平方的网 就看怎么打开在这个铁线外面 又是一道世界难题 快天黑了 我都差点忘记我的鸵鸟还在外面了 不知道能不能适应外面的天气 现在气温下降了很多 赶紧回去给它保温 先给它做好工夫 大家看这个窝还不错吧 但是我抱这些草回来 现在我全身都痒了 不知道这些草扑给鸵鸟睡觉 会不会它也痒 洗了个澡舒服多了 要不然都吃不下饭 我妹煎的江边鱼 今天又死了3个小鸡 总共死了25个了 这些小鸡都太喜欢打叫了 看一下这个头皮都打没了 奶奶头上长了个窗 她说睡觉都睡不了 现在带她去看一下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